2022年的7月,我们买下了这个94年的老婆小一楼带院子的房子 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敢想买房子的事情 原本我们也是计划公寓最少也要住个两三年吧 短期内也不会考虑买房子 所以才花了11万给公寓重新装修了一下 就是想要住的舒服一点 但是2022年2月,我们结婚了 人生迈向了另一个阶段 这时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多的事情 也是无意间去朋友家逛了一下朋友的小区 才有了,要不先看看房子的想法 我们喜欢有一楼带院子的房子 看中了一套,算下来是187万 勉强攻得起 所以就瑶瑶瑶买下了这套建筑面积只有67平的房子 朝向是坐北朝南 前有十几平的院子,后有几平米的小天井 可是呢,这个房子有一个缺点 它是装混结构的 所有的墙都是有沉重的作用的 所以这给我们的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好在我老公以前是建筑设计师 结构他是专业的 但也请教了很多专业的人 在保证结构稳固的情况下 我们的格局基本和原来是一样的 只能在房子的采光和通透性上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大的格局定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继续细化设计了 争取在4月份正式开工 或许会分享进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 看着一看